从公司大门望过去 各式饮料杯堆满出入口 公司大门深锁少了人气 曾经有杯王称号的饮料杯大厂 安杰企业公司被爆出劳资纠纷 30多美元公控诉 资方集欠薪资还有资钱费 高达500多万元 安杰企业去年爆发财务危机 旗下两大工厂 桃源平正厂以及龙滩厂 一度以清偿债务沦落发拍 员工组成自救会 指出资方不配合开利 非自愿离职证明 以及给付资钱费 反而表示会以每月1000元的方式 分齐清偿及钱薪资 然后到新的业会以后 再给你二三十八五十八这样子 每个人都得比例都不同 一直累积下去 让我们那个金钱越来越多这样子 因为公司人在营业中 没有办法去 管家事业认定的方式来协助 引导制到公许 司法诉讼方式谋求解决 劳资调解不成立求助无门 只能选择走上法律途径 要拿回他们应得的微薄薪资 华语新闻 陈明燕索 女余子婷 桃圆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